对福士康的疫情防控工作呢 目前呢 省市区融合成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 组建工作专班进入郑州福士康科技园 实行嵌入式扁平化的管理 在疫情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 截至目前没有重症病例的出现 企业生产基本正常 取得了阶段性的防疫成效 将外住的员工转移到福士康公寓区 集中居住 划定重点区域 员工通勤实行闭环管理 调配了五台移动检测车 一个方舱实验室及医护资源 优化设置采样点 区分白班夜班员工 分时集中核酸采样 增加抗原检测 优化核酸采样布局 最大限度实现员工核酸采样 随到随采 减少急剧 缩短停留时间 减轻心理压力 加强员工个人防护 区内所有的人员必须佩戴N95口罩 工卫配备75%的手销湿巾 乳胶手套 提倡员工服用中药和提高免疫力的药物 以设议厂所为重点 督促企业建立完善消杀制度 严格落实 强化垃圾和衣费处置 实现全方位无死角规范消杀 由产线到楼层 再到整栋楼和园区 逐步实现动态清零 依法维护员工的合法痊愈 尊重员工的去留意愿 按照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 对在公寓自我隔离 或在隔离点集中隔离的员工 连续7天核酸检测阴性的 确有意愿返乡的 由疫情防控指挥部 统一组织转运 安全有序返乡 对隔离结束后 愿意返岗的员工 由企业安排工作岗位 并及时兑现相关的激励政策